好 继续来看到转为枪台的轩蓝诺台风 已经是被移远离台湾了 不过北部的山区仍要严防阵雨 这一次台风对新竹县山区和平地八个乡镇 带来边坡摊坊 道路坑洞 陆树青岛的灾情共有21件 还有陆树砸中车辆 索性都没有造成人员受伤 五指山道路土石大片滑落 北浦乡公所派挖土鸡和小山猫 紧急轻运要抢通交通 台风轩蓝诺逐渐远离台湾 北部山区仍需防御 这次轩蓝诺台风在我们新竹县来说 影响比较大的 还是在后山就是歼15峰的部分 部分就是有道路边坡土石崩落 造成道路中断的部分 那首先是我们县府团队跟公所的努力 那目前大部分都抢通了 就只有比几件说像竹67县 两公里处它是比较巨大的落实掉落 需要随时机进驻 所以这个我们还在努力当中 轩蓝诺来袭为新竹县山区平地 带来不少间歇性大雨 9月2号到9月4号 鸟嘴山监测站 测斗累积雨量达到636毫米 是全台最高 墙台转中台右转墙台 各乡镇严阵以待 累计撤离177人 根据灾害应变中心统计 坚15丰 竹北北浦恒山宝山 湖口新浦都有传出摊坊 陆坑洞或树倒情形 总计21件 其中竹北6件灾情 县正二路南段与柯大一路附近 陆树遭强风连根拔起 一辆冰事车惨遭杂重 前挡风玻璃和板金都有受损 无方七件道路吐石滑落 逐67线2K和7.5K 一度双向禁止通行 道路抢修 沿线的路段有的路数倒塌 或者是道路被吐石流淹盖 这个情形 我们阳县长也非常关心 也责成我们公务处 即刻展开抢灾抢险的工作 它跟其他的台风不太一样 是没有带进西南汽油的豪雨的状况 但虽然我们看到 那我们今天天气已经多云到晴了 甚至可能会有感觉有点温暖的状况 那但是要特别注意就是 可能这几天 中南部地方会可能会有 午后会有震雨的现象发生 那还是请大家要注意说 台风过后呢 是不是有漏水啊 一些的清水的这个动作 台风远离 天气放晴 午后山区仍会有降雨 消防局提醒民众 开车小心减速 防范边坡 吐石含水宝盒 再次摊放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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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